這個母親節特惠方案的 截止日期 就是到今天是5月15號 499方案最後一天 中華電信重申 優惠不會延長 怕搶不到499 電信門是還沒開門 就有近200人排隊 搶頭箱的民眾 凌晨2點就來卡位 早上凌晨2點 因為我上個禮拜五 早上6點半來排 排到179號 我43點就來了 排第幾個 第二個 今天最後一天要怕很多人 來 歡迎光臨 電信員工打起精神 耐心招呼長長人龍 但卻怕門市被擠爆 板橋服務中心號碼 排分批給 一次只給50張 但並非所有門市 都這麼有秩序 不是我不幫你辦你 那你要在旁邊等待 我也答應我要幫你辦你 你還是攻擊我的話 我給你攻擊 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先是在我家的 我就會對你不客氣 民眾等得不耐煩 用言語攻擊電信員工 這種場面這幾天 全台門市接力上演 雖然中華電信說 優惠只到5月15 但卻在官網公告 只要用戶是吸碼 新辦或升級 截止前都能上網填單 5月31號之前 到門市把手續辦完就好 被指宜是499 變相延長 最後一天申辦人潮不減 電信員工超時加班 這樣的人潮要辦到幾點 員工會不會繼續爆竿 時間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牽涉到 整個人流的情況 各個門市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比較難 能夠有一個明確的時間 就怕引起消費者反彈 中華電信不敢掛保證 員工能準時下班 499優惠最後一天 電信員工還是得從早忙到晚 追求阿公雅曼洪俊瑋 SNG到處台北報導